重大消息!美国罕见面临重叛亲离,杀鸡警后,美军或将对其开刀。 特别声明,本文由新奇文化团队原创文章,全网推送,禁止转载抄袭。如有发现,必将严肃处理,谢谢。 新奇军事文化团队第1779期,众所周知,美国在国际上收纳不少盟友,鉴于美国在国际上一贯形式风格,很多时候其盟友也都皮笑肉不笑。 还是老话说得对,只有永远的利益,近来美国同期盟友之间因为各种冲突,造成不小的内讧,看来是美军压榨过度了。 美国罕见面临重叛亲离,大头阵的是英法德,因为美军退出伊核协议而饮不爽,尤其是德国领导,公然宣称北约应该独立美国自己发展,让世界都随之惊讶。 随后这三国还同北约高层进行了秘密会谈,此事也没有经过美国,尽管这些国家不会离美国而去,但至少说明反抗已经拉开序幕。 随后登场的事是日本,近来国际上已经没有关于日本大篇幅消息的报道,安倍也不甘寂寞找到特朗普,近来美军在国际上的大行动都没能带住日本一起。 说好的山盟还是,是死相随不作数了吗?在国际上简直都没存在感,难怪日本公然叫板了。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,韩国这边的事还在继续。 先前已经有消息透露,美军将大幅度撤离驻韩美军。 对此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美军在将军力转移,目前阿富汗战场的恐怖分子日益嚣张,美军绝不会轻易放过此机会,驻韩军力撤离或将就是派往阿富汗。 但事实真相令人相当费解,是韩国控诉驻韩美军在前,其认为军费应该由美军自己支付,驻韩美军的军费开支已经给韩国造成巨大压力。 对此,特朗普回复也非常在理,军队是为了保护韩国国防安全的,军费自然是要由韩国承担,空手套白两可还行。 杀鸡警后,美军或将对其开刀。 美方对韩国的提议也非常不满,但是韩国似乎也没有退让之意,随着双方持续对峙,韩国若还是打算继续枪言,美国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了。 借助韩国的机会杀鸡警后也不是不可能,谁让目前美国小弟一个个都不老实。 但其实,逼者认为在很多方面美国不妨也要自我反省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